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3回 以刚才石块显示的距离 这一下若是真的击中了此妖 恐怕就算不能将蛇妖头颅鸡的粉碎 也足以让其当场昏迷了过去 蛇妖尽管心中大怒无奈之下 也只好用头颅一片 同时呢 骨毛一回转挡下了石块 又一声闷响之后 蛇妖只觉得手上一股大力传来呀 不由的倒退了数部 当即暴怒至极的抬手 向石块积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在附近的龟车之上 一名青年男子正淡淡的望向这里 手中还有另一个相似的石块轻轻的抛动着 此人当然就是寒厉了 而红山少女却早已一晃之后 到了另一名女子的光霞中 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蛇妖一连被破坏了两次 心中的暴虐之气自然到了极点 猛然一张口喷出了银银的毒气 向三女护身光霞袭而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从另一只龟车中却传来了男妻子冷哼的声音 聂畜 你敢 随着此声传出 车厢中一道白光射出啊 一个盘旋过后直奔蛇妖斩来 竟是一口数寸大小的金银小剑 正喷吐黑气的蛇妖剑 此面色大变 猛然将手中的一只骨毛 冲着不远处的龟车使劲的一抛 自己呢 却躯体一扭 就此没入到了沙地之下 他一见 又羞逝出现 竟然连交手都不敢 直接施展土盾树逃离了这里 而那只射出的骨毛却是极准的 向寒厉而去 显然此妖啊 想在临走前杀了这名坏了自己好事的凡人 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 寒厉看到化为了一道乌光而来的骨毛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苦笑 不但呢 没有用手中石块去击落此毛 反而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结果轰的一声骨毛切切实实的扎在了韩厉的身上 整个人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击飞了出去石鱼杖之远啊 落在了一只巨龟身上的某只货柜上 砸出了一个大洞 哗啦啦一阵乱响啊 一堆寒光闪闪的冰刃从货柜中洒落而下 啊 见到韩厉落此下场惊呼之声 从那三名少女口中传出 车厢中呢 也传出了男棋子略显诧异的一声轻疑 然后那口小剑在附近空中一个回绕 就向车厢中鸡舍而回 这个时候 红山少女等人这才连晃手中小旗 将那光霞驱散掉 就朝破烂的货柜跑了过去 韩大哥 韩大哥 你没事吧 被韩厉相救的红山少女对韩厉感激至极啊 站在巨龟之下大为焦虑地呼喊了起来 香儿和白山少女同样面先一丝担心 还好 死不了 只是身子又没有办法动弹了 从货柜中传出了韩厉苦笑的声音 三个少女闻听此言 心中一松 互望一眼之后 三个人身形一动 纷纷地跳上了巨龟 往破损的货柜中望去 只见韩厉衣衫褴地躺在一堆刀剑之中 一脸无奈的表情 但是呢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的样子 三女大喜之下 何力将韩厉从货柜中暂时拉出来 然后平放在巨龟之上 韩大哥 多谢你救命之恩 红山少女感激地冲韩厉谢道 没什么 举手之劳而已 这点攻击还奈何不了我的 只是多躺一段时间呢 韩厉微微一笑 不在意地说道 另一只巨龟上的车厢门一开 男骑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身形几个飘动之间 就飞到了韩厉旁边 并一把抓住韩厉一只手腕 一股精纯的灵气注入其中 啊 没有关系 金刚爵不愧为五大炼体秘术之一啊 修炼到了第三层就已经有这番威力了 那妖孽法器根本没有伤到韩施主 只是刚才出手投掷石块又破损了一些经脉 有些伤上加伤了 多静养一段时间也就无碍了 道士脸上惊讶之色一闪 随即献出笑意地说道 啊 真的如此 红山少女闻听此言 又马上高兴了起来 呵呵 频道怎会吸言相欺啊 倒是你们的那个小回春阵 现在停下来了 行驶似乎又不利了呀 男棋子一笑 但是望了一眼 已经失去了光芒的那座镇图 大有深意地说道 这话一出口啊 三名少女脸色大变 急忙是四下望去 这才看到 失去了小回春阵的支持 那些守卫又显露出了疲态 再次出现了伤亡 坏了 小回春阵的镇图 我们只带来了一张 刚才抵挡那蛇妖 我们将配套镇齐的威能 又全都一次用干净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 再激发镇了 白山少女失声叫了起来 其他二女也是面面相去 这倒有些麻烦了呀 倒是眉头也皱了起来 而几个人正想对策之际啊 忽然四周喊杀之声 默然一顿 随即归车上的守卫 同时爆发出了欢呼之声 少女几个人一呆呀 再次望去 只见原本和守卫 激站在一起的巨虫 纷纷跳下的车子 向四面八方落荒而逃 虫群仿佛失去了约束 一下子变得混乱无比 全都失去了 先前的那种凶恶的模样 成了 一定是柳儿姐姐 他们解决掉那只虫妖了 翠山少女满脸笑容的说道 其他的两个少女呢 当然也是喜笑颜开 果然 片刻之后 从远处黄尘中冲出了数十计出来 直奔车队这边急驰而回 这些骑士正是先前杀进虫群中的那批骑着巨狼的骑士 只是原本五十来人 现在只剩下了三十多计 而且人人带伤 浑身血迹斑斑 可见刚才战斗的惨烈了 这些骑士催动巨狼之下 转眼之间呢 就回到了车队之中 那名八面大汉 二话不说的将一物猛然抛在了地上 竟然是一只巨虫的头颅 通体金黄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沙虫兽 而蓝山少女也带着那只血色怪虎 安然无恙 同样回来了 两个人一见三女和男棋子都围着寒厉而厉 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 这个时候 马上就看到刚才一幕的守卫 上前和两个人呢 详细的说了一遍刚才事情的经过 这八面大汉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看来张某还真没有看走眼呢 韩兄弟果然了得 刚一加入本商会就就降了全二 否则万一真出了事情 在下可无言再见夫人了 蓝山少女听完之后 看向韩丽的目光也一下子变得和善至极 韩丽呢 则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接口说什么 既然击退了这批杀虫兽整支队伍 那自然需要整队一下 就此呢 在原地休息了大半天之后 车队才再次的上路 下边的路程变得安静异常 再走了三天之后 车队啊就走出了这青罗沙漠 中人的面前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 平坦异常 如此一来 车队速度顿时加快了数倍 那些巨龟开始迈开大步 飞野式的朝远处急奔起来 躺在车厢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的韩丽 却一下子发现车队中原本还能听见的说笑之声 在一进入草原的瞬间 全都变得哑然无声起来 不但如此啊 坐在车厢中的四女望向车窗外的碧绿青草的时候 也是一个个显得神情不安 隐隐的现出了畏惧之色 韩丽背靠车厢一面 坐在四个少女的对面 自然将几名女孩子脸上的表情看到了眼里 她在车厢外边的草地上 早不知扫视了多少遍 但一切如常啊 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就是看起来和普通的草原一样啊 韩丽有点奇怪了 但是她脸上没有露出来 也没有开口询问什么 毕竟她对灵界知识了解甚少 还不想让自己显得过于多疑 不过这几天呢 四个少女对她倒是和善了许多 特别是她出手救下的叫拳儿的红山少女 一口一个韩大哥呀 对她是热情异常 韩丽呢 开始有些不太适应 好在此女如此年幼 倒也不便对其过于冷淡 所以这段时间呢 和这位拳儿说话倒是不少啊 她没有明目张胆的打听灵界知识 反对天东商号询问出了不少的事情 通过交谈 她才知道 他们口中的夫人 其实是天东商号负责十几城市一方主事之人 还是天东商号主人的一位儿媳妇 一般人呢 都要尊称其一生方夫人 天东商号之主呢 共生有三子 这位儿媳妇是其二子明媒正娶的夫人 夫妻二人一向是恩爱异常 但是南方呢 却早在二十余年前就因为一场意外深故了 只留下了一男一女两名年幼的子嗣 故而原本应该夫妻二人主持的一方事务 现在啊 全由这位方夫人主持 而他们四个人呢 则是这位夫人从小收养的四名贴身侍女 甚得这位夫人喜爱 颇有一些伴女伴仆的关系 这一次 方夫人会亲自跑到安远城这等偏僻之地来 小半固然是因为安远城出了高价 购买了货物的缘故 那么另一半呢 却是那位从小的时候就检查出林根 败在了某个修仙宗门下的幼子 也在安远城内 并带来了口信 似乎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方夫人帮忙 这方夫人心细爱子之下 不但亲自出马 并且出发没多久 就抛开了车队亲自带人 先赶去了安远城 在这位方夫人想来啊 车队不但拥有这么多的人手 还有数名修仙者坐镇 一般情形之下绝对没事 却没有想到在青罗沙漠中 竟然杀出了一只低阶虫妖和一只蛇妖处来 差点呢 还真的出了问题 杭力听到这里 忍不住旁敲侧击了一下天东商号主人的来历 毕竟拥有这么大一份基业 普通人似乎没有办法做到 结果听到的消息让韩利又是一愣 这位商号的主人竟然真的是一名凡人 并且呢 还是一位手无伏击之力之人 那既没有灵根 也没有修炼过任何练铁术 如此凡人 如何能执掌这么大的生意啊 韩利心中疑惑 含含糊糊糊的问了一下 但是红山少女呢 却也稀里糊涂的 同样不太了解 韩利见此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当时话题一转 将此搁在了心中 如此一来呀 韩利这些日子虽然了解了一些事情 但是心中呢 又生出了许多的疑惑 让其也颇感有些郁闷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片草原 似乎比那青螺沙漠还要广大得多 车队足足飞驰了上个月的时间呢 竟然还没有走出去的样子 在这期间 车队中的守卫和那些骑士 不但一个个战战兢兢 小心异常的样子 就是原本待在车中 一直不出的数名修仙者 每隔一段时间 也会飞出归车 轮流在空中 盘旋警戒着 这些所谓 勾楼山的修士 也是面色凝重 同样不敢大意的模样 虽然所有的人 都这般如临大敌 但是车队在草原 行进了半月之后 终于 离开了这片区域 前方出现了普通的 丘陵地带 车队人员 绷紧的神经啊 瞬间放松了下来 不但那些修士 重新回到了车中 那些守卫 也马上恢复了原先的说效 就是那 韩力车厢中的几名少女 在离开草原的一瞬间 也同样的 尝出了一口气 那名翠山少女呢 甚至轻轻拍了拍苏兄 脸带娇笑的说道 哎呦 总算没有惊动 此地草原上的狼兽 虽然不是第一次过草原 可我总是担心的要命 唉 岂止是香儿姐姐害怕呀 整个车队中 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的呀 生怕运气太差 万一碰到那些狼兽的话 哎呀 苏醒了过来 我们这点人可就倒了大霉呀 在草原上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事情虽然不多见 但每年总有一些商号 会遇到此事的 可不是吗 听说这次安远城 不惜花费巨资 向我们天东商号 订购了如此多的兵器 和百套珍惜的邻居 那就是为了应付寿朝的 全儿一歪头 似乎想起什么了 那就奇怪了 安远城虽然说不大 但也并非新建的城市 怎么会突然一下子 向我们订购这么多的装备 要知道这么多的邻居 似乎只有那些中等以上的城市 才会舍得下这么大的血本吧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估计不是附近突然迁徙来了过于强大的兽群 就是此城碰到了千年一次的大寿朝 面临的将附近所有兽群的联手攻击 自然没有办法轻易抵挡了 兰山少女摇里摇头 不以为意的说道 不错 可能真是这样 还是柳儿姐姐说的有道理呀 全儿 拧嘴一笑 杭丽盘坐在椅子上 在调膝打坐 但耳朵里边却将几个少女的谈话 听得是真真切切 听到兽朝等字眼的时候 眉梢不禁微动了一下 他一下子联想起来 在青罗沙漠当中 八面大汉张魁曾经提到过一次什么 歇朝的 这两者之间 难道有什么关系不成吗 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四个少女却没再多说此事 反而议论起了其他的事情来 杭丽虽然说心中有些遗憾 但也自顾自的继续运转金刚绝的心法 慢慢调养自己的经脉 他经过这段时间的静养 外加木生猪的不灭效果 经脉恢复之快 还远在原先预料之上 如今身体已经大半无恙 只要再继续的静养半个月 就彻底的没有问题了 如此一来的话 以他第三层的金刚诀 外加对修士各种中低阶法术熟悉一场 恐怕就是对上筑基后期的修士 也可稳战上风的 那么至于杰丹修士 和只有亲自打过一场才知道的 当然了 这是在灵界各界修士和人界修士 神通差不了多少 没有其他出乎预料的神通才行啊 一出的草原 车队仅仅行驶了两天的光景 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一座看起来气势不凡的石城 透过车窗户远远看去 石城城墙啊 足有三十来帐之高 再加上每隔百余帐 就有一处石帐高的小城楼 让石城看起来呢 是雄伟至极 而顺着城墙向两侧看去 只见白花花的城墙一望无际 不知延续到多远的样子 而在如此高大的城墙之上 竟然还明印有一些不知名的精美的花纹 好像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的符文 让此城无端多出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杭丽看到这里有些无言了 这座城市怎么看也没有办法和小城市联想到一起 如此高大的城市 就是人界那些所谓的巨城都远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不过韩利同时注意到了 在这些高大城墙之上 有一些身穿统一铁甲的高大的士兵 在城墙上来回寻视着 并且所有城楼之上还架设着一具具体积惊人的巨弩 上面全搭着一根根金属的弩箭 每一根都有三四杖之长 锋利异常啊 还闪动着淡淡的白光 似乎这是第一阶法器 如此惊人的力气 若还真是法器 恐怕就是筑机器修饰挨上一记 也会丢掉半条小命啊 杭利双眼微眯的看着这一切 心中正思量之间 这车队已经到了城门下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传人修仙传第814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